過去看過嗎 沒有耶 真的沒有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 因為民眾黨裡面的規定 指定中央委員的募款額是120萬 哪哪些人是指定中央委員 立委 立委就是指定中央委員 所以那八個立委 全部跟黃國昌金額都一樣 金額都一樣 但現在有一個灰色地帶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募款 到底在法律上允不允許 政黨是可以募款 個人只有在選舉的時候可以募款 那這個是個人募款還是政黨募款呢 是個人募款還是政黨募款 因為這筆錢是要給政黨 但是出名募的人叫黃國昌 這裡面有沒有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尚光他還說一句話 他在拉抖內的時候 他說你們雖然後 你們贊助的叫做台灣民眾黨 但其實你們支持的是國昌老師 太強調這一句 所以個人的政治獻金 只有在選舉期間才可以啊 所以這一個裡面到底有沒有 沒有法律的問題這第一點啊 第二點 你現階段是 黨內是希望指定中央委員 就這八個立委一百二十萬的募款額嘛 結果現在都是叫支持者付 那直接叫柯文哲就說以後這八個立委的募款額直接增加這個 小草的捐獻額額 不然就是小草要入黨 黨費全部提高好了 不然你規定的募款額是要支持者付的話 那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你就說中央委員負責向支持者募款 改一下 上公我覺得他們很妙 他們當立委也一陣子了 改一下 他們規定在這個 也就是禮拜天之前要交出這一百二十萬 結果在這個日期之前才通通都在拉賭內 他們是故意想要創造一種 SOS超級的 什麼五位SOS 我覺得那件事是看到黃國昌做 大家才要跟著做啦 看黃國昌這麼快就可以目到一百二十萬 老師是因為臉皮薄 臉皮薄 其他人更薄 要選縣市長在新店跟建商 敬酒吃飯的時候臉皮都不薄 他岳父也在場臉皮也不薄 然後他那個以前的金主出事 跟他岳父買房子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要他幫忙的時候 那是我岳父的事 這是商業糾紛 講的一副切割很乾淨 那你岳父做東請建商吃飯 你在場幹嘛 你在場幹嘛 巧玉 巧玉喔 巧玉這麼久喔 對啊 還巧玉到隔壁包廂 剛好是媒體 在吃尾牙 剛好全程目睹 太巧了 全程目睹 都是媒體的錯 還做了很久 對 都是媒體的錯 對 我們兩個在唱說謊嗎 對 光國昌的臉皮會隨著他每天 心情而變飽又變厚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說是規定的募款 而最終都是你不是去跟別人募款 而最終都是這樣的話 難怪人家會認為說 你們割小草是一割再割 三割四割 這樣好嗎 我覺得一個政黨 如果你要規定這個樣子的話 那你就規定嘛 就直接由柯文哲跟支持者 募款就好了嘛 就不要黃國昌他們什麼一百二十萬 不要這八個立委輪 可是上課民眾黨的支持者 都偏年輕耶 他們你看國昌老師也說 三百也好 五百也好 我甚至不希望你給我一千喔 臉皮超薄的 可是那些都是小草們的便當錢 三百五百 都是便當錢耶 三百五百不是錢 一千才是錢 臉皮薄 我跟你講 真正臉皮薄 你看他在朝野協商 問證大小聲 這個人叫臉皮薄 那後面我們就等著看 如果你真的選 那個新北市長的時候 你不要臉皮厚道去跟建商 去跟什麼 跟你岳父要錢喔 你就直接再來一次喔 你的選舉募款就這樣募喔 就這樣募喔 不要去找其他的支持者 只能靠倉粉 贊助者喔 只能靠倉粉 還有啦 人家倉粉 倉粉大還是小草大 現階段出現這個問題 沒有 黃毅宗解釋一下 倉粉多還是小草多 目前小草略為領先倉粉 喔 好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 那這樣隔離稍微心安一點 可是倉粉的戰鬥力遠高於小草 那這樣子 小草溫和 倉粉戰鬥力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囉 那那是這樣